东奥科技在线的学员 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2022年注册会计师考试 财务成本管理基础班的课程 我是楚江老师 真红 今天我们学习教材的第16章 本量力分析 本指的是成本 量指的是业务量或者说销售量 利指的是利润 但是这个利润呢 是EBIT吸水钱利润 那本量力分析就是分析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好 我们先来看16章教材框架 第一节 本量力的一般关系 在这一节当中 教材介绍了四个支点 第一个呢 是成本性态的分解 因为你分析本量力三者关系嘛 本指的是成本 但是这个成本呢 包括变动成本 固定成本和混合成本 但是我们本量力分析的假设 他就认为成本只有变动的和固定的 那现在现实当中这混合成本怎么处理呢 我就通过成本性态的分解 把它分解为固定的部分和变动的部分 这样呢 你才能把成本就看作是两类啊 变动的固定的 你才能满足本量力分析的假设 那第二部分呢 是变动成本法 在上一章我们讲到了作为成本法 那这一章呢 我们会谈到变动成本法 为什么要提出变动成本法呢 我先简单解释一下 如果你是生产经理 那当期你追求的是什么呀 你生产经理 你追求的是当期我的单位产品成本要降低 好 那如果你想降低单位产品的成本的话 你是多生产呢 你是充分利用产能呢 还是说你尽量少生产呢 我肯定要充分的利用产能啊 因为固定成本这一部分 它是不变的 我当期充分利用产能生产的越多 是不是把固定成本这一部分就给摊薄了 这样看起来呢 是不是单位产品成本就下降了 我作为生产经理 我的职责就做到 我不关心说这些产品能不能卖出去 能不能卖出去 那是你销售的问题 那这样的话 对于企业来说肯定是不利的 产品卖不出去 我生产大量产品在库存积压 是不是占用了企业的资源 所以提出了变动成本法 我们在讲解的时候啊 把这两部分整合在一起 作为我们讲解的第一节 就叫做成本形态 因为这两支点啊 主要内容就是成本形态 那在这一节当中 教材还介绍了 第三个知识点就是本量力分析模型的假设 第四个知识点呢 就是本量力分析的模型 我们把这两个知识点和第二节的保本分析 结合在一起啊 就作为我们讲解的第二节 本量力分析 把保力分析和敏感性分析 作为我们讲解的第三节 那保本分析和保力分析 你听这名称 你就知道它要解决什么问题 保本就是我要找到一个盈亏平衡点 我实现保本消失量要达到多少 保力也是同样道理 我之前设定了一个目标利润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利润 我的消失量要达到多少 那第四节敏感性分析和我们第五章讲的敏感性分析啊 道理是一样的 我们关心哪一个指标呢 你就从本量力三者来看 我肯定最关心的是利 好 那这个利是EBIT息水前利润 它受到四个因素的影响 分别是单价 单位变动成本 固定成本和销售量 我看这四个因素如何影响利润 比如说某个因素变动10% 你利润变动多少 我计算一个敏感性系数 好 这四个因素当中 哪一个敏感性系数最大 就说明这个因素对于我来说最关键 为了实现利润 这个因素最关键 好 这是教材的四节内容 从考试讲来说 近三年本章呢 分值区间大概是1.5到9.5 去年两套卷子啊 对于这章呢 一般都是考 一道单选 一道多选 或者是两道单选 一道多选 但是这一章 它和我们后边的17章 经常结合在一起 去考一道计算题 甚至说一道综合题的主体内容 都是这两章内容 所以这一章呢 考察分值呢 有可能会达到十分左右 但是呢 第三边 它相较于第二边 其实更简单一些 如果考第二边 第三边的内容 其实是利好 好 我们先来看第一节啊 这是我们讲解的第一节 成本性态 根据这成本的性态不同 也就是说这个成本和业务量之间的关系啊 我可以把成本分为三类 一类是固定成本 一类是变动成本 还有一类呢 是混合成本 好 我们先来看固定成本 它指的是在特定的业务量范围内 这个固定成本总额呢 它不受业务量变动的影响 这固定成本的总额 它是相对稳定的 我们来看左边这个图啊 这是固定成本总额曲线 你业务量是横着 业务量不断上升 好 这固定成本总额呢 它是相对稳定的不变的 比如说固定的折旧费用 房屋租金 你这房东的租金 它可不管你当期的业务量是多少 你销量是一百是一千 你房屋租金该付要付 你办公大楼租金该付多少付多少 但是我们再来看单位固定成本 因为你这固定成本总额是保持不变的 那单位固定成本呢 就是用固定成本总额除以一个业务量 或者叫销售量 那这样的话 你业务量越大 是不是你这个单位的固定成本就会被贪薄啊 单位固定成本就会越来越低 照着呢 先解释一下啊 这个前提条件不能少啊 在特定的业务量范围内 比如说我的生产能力 就是每年生产一万台 这个前提不能变 你在这样条件下 我这一部分固定成本啊 这是不变的 但是如果我突破这产能 我又增加厂房 我又增加设备了 那不管是你固定的折旧费用 还是说房屋租金 你都要增加嘛 好 接下来我们把固定成本分为两类啊 一类是约束性的固定成本 一类是着量性的固定成本 那这个分类 我就看管理层 它的决策能不能影响这一部分的固定成本 约束性固定成本指的是管理层 它不能施加影响 这一部分的固定成本啊 就是你的经营能力成本 你为了形成这样的产能 为了形成这样的经营能力 你要付出的固定成本 管理层没有办法施加影响 而着量性固定成本呢 是管理层啊 它可以根据自己的决策 对于这部分固定成本的施加影响 好 我们来看具体的例子啊 比如说约束性固定成本 下才这样举例 有固定资产的折旧费 有财产保险 有管理人员工资 取暖费 照明费等等 这些管理者是没有办法施加影响的 你固定资产当期提多少折旧 这就是根据会计准则来的 不是说你管理层 你想提多少提多少 没有用 你必须按照准则来 包括财产保险 你交付的保费 这是保险公司定的 那如何去应对这部分约束性固定成本呢 就是合理利用企业的现有产能 你约是充分利用产能 当然这只是站在生产的角度来说啊 你还要保证你卖的出去 你不能说我一味的去利用产能 你发挥最大产能 百分之百的生产能力 去开工生产 卖不出去没有意义啊 好 那如果说我生产产品能卖的出去 我合理利用现有产能的话 就会把这部分成本摊薄 单位固定成本会摊薄 那这种着量性固定成本啊 它是为了完成特定的活动而发生的 它受到管理层决策的影响 比如说科研开发费 广告费 招工培训费 这些是可以根据管理人员 它的经营方针受到影响 你比如说啊 管理人员 他决定当期广告 广告费 我少打一点广告 广告费降低一些 培训费 今年可能我不做培训 所以这部分的固定成本呢 它受到管理者决策的影响 这部分的固定成本啊 它是和管理者决策和他的预算相关的 一般管理者怎么去影响这部分固定成本呢 都是按期 比如说当年在做预算的时候 我确定当年的广告费是多少 我确定当年的这培训费是多少 所以这部分成本呢 也被称之为是期间成本 它一般都是按照你管理者最初做的预算进行支出 和时间相联系 好 接下来我们看变动成本 变动成本指的是在特定的业务量范围内 这个假设跟刚才一样啊 咱们在这儿呢 不做过多解释了 我的产能不变 我的生产技术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其成本的总额 这是变动成本总额啊 会随着业务量的变动 而成比例的变动 比如说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 好 先来看变动成本总额 横轴还是业务量 业务量上升 变动成本总额上升 这两者是正比例的关系啊 好 那再来看单位变动成本 单位变动成本 它是保持不变的 比如说单位变动成本 我生产一个产品 直接材料加直接人工100元 你生产一个 你生产100个 你生产1000个 每一个的单位变动成本 都是这100 所以它是保持稳定的 好 接下来我们对于变动成本 也可以进行分类 有技术性的变动成本 有着量性的变动成本 首先啊 咱们说这技术性的变动成本 着量性的变动成本 在这说变动成本 指的都是单位变动成本啊 我们来看这个单位变动成本 会不会受到管理者决策的影响 它并不是说变动成本总额 你要变动成本总额 它本身和业务量就有关系啊 变动成本总额 它始终是变动的 现在我们说的是单位变动成本 管理者能不能施加影响 一类呢 是技术性变动成本 这个啊 它就是由生产技术决定的 你目前生产技术是这样 你就决定了 单位变动成本 我们用VC来表达 单位变动成本 比如说就是100 这是你现有的生产条件决定的 比如说你生产一台汽车 你就要用一台引擎 一个底盘 若干轮胎 你是新能源汽车的话 你就要用电池电机电控 你在目前的生产条件下 这一部分啊 单位变动成本是不变的 那着量性的变动成本呢 指的是管理层 现在通过决策啊 可以影响这一部分的单位变动成本 你看管理层 它通过斟酌可以施加影响吗 刚才我们讲的 着量性固定成本也是这道 你只要看着量 是管理层可以斟酌这个量 那管理层可以斟酌这个量 意思就是管理层 它可以根据自己的决策施加影响 好 教材针对于着量性变动成本 这样举例啊 按收入比例支付的佣金 那这个佣金可以调整啊 比如说销售人员的佣金 去年呢是5% 结果呢业绩并不是特别好 哎 我提升到多少呢 我提升到8% 那究竟是5%8% 这是不是受到管理层决策的影响啊 这是属于着量性变动成本 你看 它是按照销售收入一定比例 它和收入有关系 这不就是变动成本的特征吗 但是你和收入之间的这个关系啊 虽然是业务量增加 好 这部分变动成本增加 但是两者之间什么关系 这个比例关系到底是多少 是会受到管理层决策的影响的 还有新产品的研制费 刚才是科研开发费 你科研开发费是固定的 你比如说当期为了研发 好 你要去参加什么座谈会 那这部分肯定是固定的 它和销售量没有关系 和你业务量没有关系 那一旦到研制这个环节 你开始造了 你生产一个 它是不是就发生了一部分成本 所以啊 这个新产品的研制费 它就属于变动成本了 好 还有一个呢 是技术转让费 现实当中啊 技术转让费 它一般分两部分 一部分是固定的 一部分呢 是按照你的收入提成的 但是固定这部分很少啊 咱们就不考虑了 咱们就看提成这一部分 那提成这部分到底是多少 还可以受到管理层决策影响 究竟是你收入的2% 还是收入的3% 好 接着我们来看第三类成本 混合成本 你听这名称 混合 它指的是 把之前固定成本 和变动成本的特性 我混合在一起 一方面呢 它会随着业务量的变化而变化 业务量增加 这个成本也会增加 但是呢 它和之前变动成本又不一样 变动成本呢 是业务量和这个变动成本之间 保持着纯粹正比例 刚才变动成本啊 它是从原点出发 你业务量是零 变动成本就是零吧 你业务量增加了一 那我可能呢 变动成本就增加一百 如果单位变动成本是一百的话啊 但是现在这个混合成本呢 它是你业务量增加 我虽然也增加 但并不是这种 纯粹的正比例关系 好 那我们将混合成本呢 分为这三类啊 有可能考选择题 给你一个案例 让你判断 到底是属于哪一类的混合成本 好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啊 半变动成本 半变动成本呢 它指的是在有一定初始量的基础上 随着业务量的变化 正比的变化 注意关键啊 它是有一定的初始量的基础上 之前变动成本 它是从原点出发 之前这变动成本 比如说直接材料 我都不生产 你不生产的话 你肯定这个变动成本 它是零啊 刚才是从原点出发 现在不是啊 现在是有一定的初始量 你即便业务量是零 我这个成本呢 可能也是一千元 你业务量增加一 我随着这业务量也会增加 这就是半变动成本 它有点像之前的变动成本 区别就在于 我不是从原点出发 所以你给我这个例子 我判断到底是哪种 和成本 我首先就来看 你如果业务量是零的时候 我成本是多少 好 那教材呢 举个这样例子啊 比如说固化费用 固化费用呢 以前它分两部分 一部分呢 就是月租 月租是个固定数 你当月打不打电话 你都要付30元 另外每一次通话费用 每一次通话可能付一元 这样你当期 化费应该是多少呢 应该是30加上一个1 乘以一个Rx 这Rx呢 代表你当月的通话次数 那现在这30就体现了 它不是从原点出发 后边这一部分呢 1乘Rx又体现了 它会随着业务量的变化 而正比例变 好 再来看第二个啊 半固定成本 也叫阶梯成本 它和固定成本 有相似之处 只不过呢 它把固定成本啊 现在切成了很多段 在某一个范围内 它是固定的 然后在另一个范围内 又上升到了一个程度 然后随着你业务量 又上升到一个范围内的 它又上升到一个程度 现在我们连起来去看呢 它就像楼梯一样啊 所以把它称之为是阶梯成本 叫它这样举例子啊 有管理人员 运货员 还有检验员的工资 这怎么理解呢 咱们来举个例子 比如说运货员吧 其实检验员到底也是一样啊 我运货 我不可能一次是运一个呀 它不可能是一个一个的运 我一般呢 就运一车 但是这一车 它不一定都装满呢 我这一车本来能运一百个 但是可能这一车呢 就运了二十五个 或者说就运了五十个 但是对于我运货员来说 我是按次数算的 比如说每一次给我多少 给我一百 好 那现在呢 我运一次成本就是一百 我不管你实际的业务量是多少啊 你这个业务量从零到一百 你给我的这一次运输的费用就是一百 你这一车里 你装十个也好 二十个也好 三十个也好 反正你给我的就是一百 好 如果我要运两车 你就要要给我两百的工资 我运三车 你就得给我三百的工资 所以这业务量在零到一百的时候 一百零一到两百的时候 两百零一到三百的时候 好 他都会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啊 这运货员的工资都会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针对于这个半固定或者叫阶梯成本 我们怎么去判断他呢 在案例当中 我就看你这个案例表述 是不是有不同的业务量范围 你要表述了不同的业务量范围 是不同的成本水平 好 这就是半固定成本 再来看第三个啊 延期变动 延期变动呢指的是 我是延期的 你变动成本 大家很好理解啊 变动成本是随着业务量的变动 而正比例变动吗 但是我不是从原点出发 我前边这一段没变 后边才变 前边这段就相当于是延期了 它的特征呢 是在一定的业务量范围内 前边这一段 比如说业务量是从零到一百个的时候 它的成本是不变的 好超过这个范围之后 开始随着业务量的增长 而正比例增长 比如说这工资啊 有基本工资 每周四十小时的工作时间 在这个时间范围内 在这个业务量范围内 这工资是固定的 然后超出这个范围 你加班了 每小时可能要给你加班工资 就超出了这四十小时之后 超出了这个业务量之后 它开始随着业务量的变化 而正比例变化 延期就是向后延了一段才变动 前边这一段我是不变的 好 我们来看对应的历年真题啊 21年的这道单选题 做这例题 你如果刚开始不熟练 你就把图形画出来 横轴就是业务量 然后纵轴呢 就成本啊 假公司销售员 每月的固定工资是5000 在此基础上 每月完成销售额10万以后 还可以按照销售额的5%提成 咱们现在啊 横轴是业务量 纵轴是成本 首先固定工资是5000 在这儿 每月完成销售额10万之后 这句话还是挺关键的 也就是说你业务量 每月完成10万销售额 其实就是业务量啊 在0到10万这一段 始终保持5000 超过这10万之后 按5%提成 这是什么 延期变动吧 那如果我把这一句话给删掉 每月完成销售额10万 把这句话删掉 就是固定工资5000 然后按5%提成 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从5000 纵轴5000开始出发啊 斜向右上 你多卖出去100块钱 我就给你提5% 你多卖出去一点 我就给你提5% 那如果把这句话删了之后 它就办成了 变成了半变动成本 好 我们再来看19年的这道单选题啊 电信运商推出了 手机29元不限流量 可以免费通话1000分钟 超出部分呢 国内通话是每分钟0.1元 首先啊 手机29元不限流量 这是29 这成本啊 从29突发 好 现在啊 免通话费1000分钟 咱们这业务量 就是按分钟算 也就是说 我在0到1000分钟 就付29就完了 超过之后 每分钟多付0.1元 这不还是延期变动啊 好 再来看19年 另外一道单选啊 电信运商推出 手机10元保号 可以免费接听电话短信 主教国内的通话呢 每分钟0.2元 这就相当于 我把这个业务量删掉啊 首先就是10元 你不打电话也是10元 然后呢 每打一个电话 每打一个电话 每分钟0.2元 所以他就是从成本10出发 斜向右上啊 他没有前面这一段业务量 这就属于半变动成本选题 好 再来看21年的这道多选题 下列各项费用当中 属于着量性固定成本 就管理层 他可以斟酌这个量 广告宣传费 他可以斟酌这个量 培训费也可以斟酌这个量 新产品研发费 我现在作为管理层 我就告诉研发人员 你们现在天天就坐家里啊 就在办公室里 好好给我研发就完了 不要天天到处去开 参加什么研导会了啊 那这是不是可以施加影响 可以施加影响啊 所以前三个属于着量性 管理层可以施加影响 但是照明取暖费 你管理层就不能施加影响了 你到了晚上 你管理层再怎么斟酌 你管理层自己不会发光啊 你不能照明啊 你该开这电灯 你还得开啊 所以这道题应该选ABC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对于混合成本 要进行分解 为什么对于混合成本 进行分解呢 因为未来本量力分析 其中有一个假设 就是假设啊 成本只包括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 那刚才我们介绍的这混合成本怎么处理呢 我们需要把这混合成本 现在拆分成固定的部分和变动的部分 这样的话最终这成本在我眼里就只有固定的变动了 好 那对于混合成本 我们现在进行分解 第一种方法就是直线回归法 直线回归法呢 它是利用历史资料啊 应用最小二成法的原理 然后把这个混合成本 我看成是一条近似的直线 你看叫直线回归法吗 我如果看成是一条直线的话 那就把混合成本拆分成了固定部分变动部分啊 你既然是看成一条直线 Y等于A加BX Y指的是成本 X指的是业务量 那现在我就拆分成了这两部分 A代表固定的 B代表变动的嘛 那这样呢 就把这混合成本是不是分解成这两部分了 就解决我们的问题啊 但什么是这个最小二成法原理呢 简单解释一下啊 其实这一块公式不用大家掌握 最小二成法原理 它是这样去解决问题的啊 成本和业务量之间历史数据 我先收集其 这有多个年份 多个年份呢 都有成本 都有这Y 都有业务量X 比如说这是Y1 Y2 Y3 X1 X2 X3 现在Y1 X1是一个点 Y2 X2是一个点 我们把这点都汇制出来 这一部分呢 就是根据历史数据汇出来的多个点 好 那现在呢 我要找到一条直线 这条直线有什么效果呢 就是各点向这条直线 做垂线 然后所有的垂线加起来之和最短 就说明什么 就说明这条线 它是最具代表性的 你各个点离它的距离 现在是最短的 这条线最具代表性 这样呢 我就找到了Y等于A加BX 这条线最具代表性 那可能下一年的成本就落在这条线上 或者说离这条线也很近嘛 这就是啊 直线回归法 它利用最小二乘法原理的核心思路 那现在问题是 怎么把这A和B求解出来呢 利用这公式啊 负责人呢 跟你说 咱们筑块考试 它不可能考这样的公式 没有意义 计算量很大 我现在随便就看教材这道立题吧 立题的数据已经非常简单了 但是你要想把这A和B算出来 也得算半天 没有意义啊 这纯考计算呢 现实当中呢 我们真要是进行计算 也会利用其他的工具 比如说利用XL或者其他的工具 去计算相应的结果啊 这一块你理解思路就可以 好 我们来看教材立题啊 某公司 它的业务量呢 以直接人工小时为计量单位 其业务量呢 在7万到14万小时 这个范围进行变化 给出来了维修成本的历史资料 好 这有直接人工 多少小时 这是X啊 这业务量嘛 然后实际成本 这是Y 根据X和Y这些历史数据 我是不是能够把A和B求出来 你看刚才我们求这A求这B 用的都是历史数据嘛 这是历史当中的X业务量 这是历史当中的Y成本啊 好 我利用这两列就可以把A和B求出来 后边呢 这俩啊 就是对于数据进行一个简单加工 因为你计算的时候 你看要用X的平方 要用到X乘以Y嘛 它只是对于前两列啊 做一个简单加工 好 那现在呢 我们代入刚才的公式啊 就能把A和B求出来 现在A呢 是49.37 B呢 是0.3306 然后用全年总产量来验证我这个公式啊 到底合适不合适啊 到底算出来结果啊 准确性怎么样 好 我把全年的总产量带入进来 得到呢 你用这个公式 把这X带进来 算出来的全年的成本应该是108.996 而实际的成本是多少呢 实际成本是把这一列所有的数据都加起来 是109 说明呢 你利用这个公式啊 还是比较准确的 用历史数据验证的话 这个公式还是比较准确的 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混合成本分解的第二种方法 工业工程法 工业工程法呢 它可以在没有历史数据 或者说历史数据不可靠 或者需要对于历史成本分析结论 进行验证的情况下实用 刚才咱们讲的这件回归法 你肯定得有历史数据吧 那我现在研发一个新的产品 我就没有历史数据怎么办 或者说历史数据不可靠 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 那我该怎么解决呢 我就看工业工程 它实际的意思就是 我看我做这项工作 每一步我都做一个测定 每一步发生多少的成本 我都测定出来之后 我把它加在一起 它的实际成本是多少 这就是工业工程法 我不是根据历史数据计算的 我就看你干这活到底要发生多少成本 我详细的测定 当然这是从理论上来说 我干这件活到底分哪几步详细测定出来 但是现实当中 它不一定你作为这一步的成本 它就能够测定出来 有时候它没有办法测定出来 好 那如果真正能测定每一步的成本的话 它肯定比你利用历史数据更加科学 我们来看教材立体 现在选择燃料成本作为研究的对象 燃料用于铸造工段的熔炉 具体分为点火 点火耗用劈柴和焦炭 还有融化铁水 融化铁水主要是耗用焦炭 这两项操作 两项操作都进行观测和技术测定 寻找最佳的操作方法 按照最佳的操作方法 每一次点火需要劈柴0.1吨 焦炭1.5吨 融化一吨铁水需要焦炭 0.15吨 每个月一共要点火26次 每天点火一次 全月工作26天 点火燃料属于固定成本 融化铁水所需要的燃料与产量相关 那我现在就是炼钢 炼钢我点这一次火 我当天可能炼的钢多一些 炼的钢少一些 这部分它是固定的 但是呢 每一次联钢融化铁水 燃料与产量就相关了 你产量越多 你融化铁水的燃料就应该越多 啊 这部分呢属于变动成本 好 批柴呢 每吨价格呢 是500元 然后焦炼每吨价格呢 是1800元 根据上升资料 计算燃料成本啊 每天的固定成本 应该是这0.1吨 0.1吨的批柴嘛 然后1.5吨的焦炭 这里加起来 这是固定成本 每天的固定成本 然后每个月的固定成本呢 就是用每天的固定成本 乘以一个26天 好 这是全月的固定成本 每一吨注件的变动成本 每一吨注件 需要0.15吨的焦炭 0.15乘以一个1800 这样得到270元 这是单位变动成本 好 我们就得到每个月 燃料的成本总额 固定的部分 加上变动的部分 这是单位变动成本 乘以一个销量 这样就得到成本总额 好 认识了混合成本 信贷分解两种方法之后 我们来看变动成本法 作业成本法 变动成本法 都是为了解决 传统成本计算的问题 传统成本计算 对于间接成本分配不合理 提出作业成本法 传统成本计算呢 鼓励生产经理 大量生产 贪薄成本 贪薄成本 但是这样呢 会浪费企业资源 所以提出了变动成本法 变动成本法 他在看产品成本的时候 我眼里就只有这三项变动的啊 一个是直接材料 一个是直接人工 一个是变动制造费用 你传统成本法下生产经理 他希望大量生产贪薄成本 关键就在于 完全成本法下的产品成本 还包括固定制造费用 这样呢 我如果处以一个生产量 生产量越大 这部分是不是就被贪薄了 这样我看产品成本 单位产品成本 是不是就越来越低 我生产量越大 产品成本就越来越小 但是现在呢 变动成本法下 好 你产品成本 包括的都是这些变动的 这变动呢 三者加起来 比如说是一百元每个 你当期生产 一百个产品 一千个产品 一万个产品 产品成本都是一样 就解决了生产经理 他希望扩大产能 他希望增加生产量的这个问题 好 那我们对比一下这两者 其实变动成本法 完全成本法 他们的产品成本 和期间费用 加起来包含的项目 是一样的啊 我说这两者加起来的项目 一共还是这六项 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 变动制造费用 固定制造费用 还有变动销售与管理费用 固定的销售与管理费用 总之啊 还是这六项 只不过呢 这固定制造费用 现在怎么看待它 完全成本法下 是把它放在产品成本当中啊 变动成本法下呢 把这个固定制造费用 放在期间费用当中 这两种方法呢 会导致当期利润 这个利润指的是 吸税前利润啊 我们不考虑筹资方面的 这个成本费用 我不考虑利息 你不管是职业材料 职业人工到制造费用 到销售与管理费用 这都是和生产经营相关的啊 所以截止到这儿 我们算的这个利润呢 是吸税前利润 这两种方法 吸税前利润计算不同 期末存货计价不同 怎么理解 说当期利润计算不同啊 可能有些同学 那这样看啊 既然老师你刚才解释了 现在我们说的这六项成本 都是和经营相关的 好 那你算吸税前利润 应该用收入减去这六项 然后得到EBIT 你既然这六项都是一样 为什么计算出结果不同呢 本质上其实在这儿啊 这六项成本是一样的 但是不代表它的数额就一样 关键在期末存货计价不同 咱们来做一个对比啊 你变动成本法下 吸税前利润是用销售减去变动成本 减去本期固定成本得到EBIT 完全成本法下 吸税前利润呢 这是用销售减销成本 减本期销售管理费用得到EBIT 你从形式上看 从公式上看啊 好 我用收入减去这两项 名称不一样 名称不一样 其实并不是最关键的问题 因为你把这两项展开的话 还是这六项内容 但是你看待固定制造费用的方法不一样 它会造成期末的产品成本不同 你期末产品成本不同的话 这就是下期期出啊 你下一期这两项方法 你下一期的这成本 它就不一样了 虽然说这项目一样 但是它的金额不一样 这才是导致你最终EBIT 它计算结果不一样的根本问题 其实再去追究根源的话 就是对于任何一家企业 它不可能做到我当期生产多少 当期都卖多少 你如果当期生产多少 当期卖多少 这两种方法算出来的EBIT 这是完全一样的 因为我当期发生的就这六项嘛 好我当期发生这么多 这就是当期的成本 然后我当期呢 全部把这些卖出去了 这成本全部 这六项在当期发生的 全部就是当期了 好你用收入减去这些成本 那这两种方法算出来EBIT 那肯定是一样的 但问题是你不可能做到当期生产多少 当期卖多少 你现在期末产品成本不同 它就影响到下一期 你期末的存货作为下期期出 就进入到了下期的成本 好这样呢 这六项是一样的 但是金额不同 算出来的EBIT是不一样的 等会我们看一道立体啊 那现在我要是想比较这两种方法 现在稀税前利润差多少 我们先从公式上啊 做一个分析 先找到一种计算的方法 现在完全成本法下 稀税前利润是P1啊 变动成本法下 稀税前利润是P2 咱们先把这两个稀税前利润 用公式表达出来 好 先来看这P1啊 这是完全成本法下的稀税前利润 用销售收入减去销售成本 这就是你的产品成本吧 单位产品成本乘以一个当期的销售量 然后减去本期的销售与管理费用 好 我们把它展开啊 销售收入不变 然后销售成本啊 它是用期出存货成本 加本期的生产成本 然后减去期末存货成本 这样呢 得到当期的销售成本啊 这是把这销售成本当期展开 然后呢 最后一项不变 好 接着呢 我们还是对于中间的这些内容进行调整啊 你期出存货成本也有变动的 还有固定的吗 把它拆分成两部分 本期的这生产成本呢 也是有固定的变动的 你看这是本期的变动部分 本期的固定制造费用 期末存货成本呢 它也是包括期末变动的 期末固定的 然后本期的销售举管理费用不变 然后我们接下来啊 再进行调整啊 我们把这些项目呢 现在期末变动的全部放一起啊 这是期末变动的 本期变动的啊 把变动的都放一起 把这个固定的现在都放一起 然后最后呢 我们做一个整合 就得到最后这试试 它是用销售收入减去 已受存货当中变动生产成本 减去一个本期固定制造费用 再减去本期的销售级管理费用 加上后边这一块 期末存货当中固定制造费用 减去期末存货当中固定的生产成本 好 接着我们来看P2啊 这是变动成本法下的EBIT 吸水钱利润 它怎么算呢 用销售收入减去变动成本 减去本期的固定成本 好 接着我们把这个啊 变动成本 本期固定成本展开 这是销售收入减去 已受存货当中变动生产成本 然后加上一个 本期变动销售费用与管理费用 变动成本法 你用收入减变动成本 变动成本包括什么呢 包括变动的生产成本和变动的销售级管理费用 那本期的固定成本当中 也包括本期的固定制造费用和本期的固定的销售与管理费用 这等于是把变动成本拆开 固定成本拆开 然后我们对于这个式子再进行调整 调整完之后呢 我们就得到最后这个式子啊 这是P2最后这个式子 最后这个式子是销售收入来看 跟刚才啊 这第一项是一样的 然后已受存货当中的变动生产成本 跟刚才第二项一样 第三项本期固定制造费用 跟刚才第三项一样 然后本期的销售管理费用 第四项跟刚才这个啊 完全成本法下 这第四项是一样的 那我如果用P1-P2 这俩一减 是不是这前四项全部就约掉了 这全部都约掉了 最后就得到什么呢 这两种成本法 你要去计算当期 他们的稀税前利润之差 应该是什么 这个稀税前利润之差 我们用德尔大P来表 就剩下最后这两项目 是用期末存货当中固定制造费用 减据期出存货当中固定制造费用 那为什么得到这个式子啊 刚才咱们是从公式上进行推导 现在咱们要从原理上简单分析一下 就是这个固定制造费用 你两种方法处理的方式不一样吗 所以最终这俩差 它就是一个固定制造费用之差 看着啊 是固定制造费用之差 怎么系这个公式啊 推导过程 考的时候肯定不会考 这是金钱信中内容 如果考也就是让你求它 让你求这两种方法 现在稀税前利润之差是多少 怎么系这个公式 好 这两个方法最根本的区别 变动成本法 完全成本法 是不是你对于固定制造费用 看待的方式不一样啊 好 这是固定制造费用啊 另外期末期出 为什么是一个期末期出 我刚才讲到了 如果说你当期生产多少卖多少 注意我说这句话 你当期生产多少卖多少 还有没有期出期末这件事啊 你想一想我当期生产的 当期就卖了 期末就是零 你本期期末是零 下期期末就是零 所以如果不存在这种 我当期啊要留有库存 不存在这个情况的话 两种方法 每一期算出来的EBIT 这是完全一样的 你别管怎么去看待 这固定的制造费用 你算这个EBIT的时候 你总之就是这六项嘛 总之就是这六项 你如果当期生产 当期全卖掉 就这六项成本 在当期肯定都是一样 只不过呢 它可能跨期的时候 你看待方式不一样 你产品成本是不一样的啊 这六项 你计算EBIT是一样 但是产品成本不一样 你一旦一跨期的话 你产品成本就不同了 你这个产品成本不同 就造成你下一期的 这EBIT计算不一样 项目虽然一样 但是呢 你计算金额 它就不一样 好 那正是由于你生产有期末 所以呢 我用期末减期出 就是当期期末不就是下期期出啊 我用本期期末啊 这是期末库存当中固定的制造费用 减去期出库存当中的固定制造费用 这就是这公式怎么记 你其实从原理上理解清楚 对于固定制造费用处理方面不同 另外呢 你当期生产的话 并不是说全面销售啊 所以呢 会产生你期末 产成品的成本不一样 所以用期末减期出啊 期末存当中固定制造费用 减期出 存当中固定制造费用 这是啊 我们说的变动成本法 它和完全成本法 细数以前利润 我们要算这个差的话 公式应该怎么算 当然它是用P1 完全成本法下的 细数以前利润 减距变动成本法下的 细数以前利润啊 好 接着我们看教材立体 某企业呢 2021年10月 月初产成品是50件啊 这是10月 月初是50件 其单位产品的固定制造费用 是210元 然后当月完工了2000件 销售了1900件 这是10月份的情况 11月呢 完工1800件 销售1860件 12月是完工1600件 销售1600件 好 那接着呢 2021年啊 它制定的这个固定制造费用 每月呢 是36万 采用先进先出法 什么叫先进先出法呢 因为你这个存货啊 我要确定它的成本 你确定它的成本 先进先出 先存在的 好 那当月呢 我就假定这部分当期 我先卖出去 这就是先进先出法 咱们以10月份为例啊 10月份 一共完工了2000件 销售了1900件啊 这月初又有50件 当月完工了2000件 销售1900件 它是这样看待的 先进 谁先存在啊 这50件先存在 这50件先卖出去 然后呢 又从这2000件当中 又卖出去了 1850件 这就是先进先出法啊 让我们分别核算 10月11月12月 完全成本法和变动成本法下 当期利润的差异 好 我们先来看10月份 现在这两者的差异 完全成本法下的 吸水钱利润 变动成本法下的 吸水钱利润之差呢 我们用Delta P10来表吧 10代表10月啊 好 10月单位固定制造费用 就是用36万除以一个2180 好 那10月末 产成品的数量是多少呢 就期末库存啊 期末库存是用期出50件 加上当期生产 然后减去当局销售 也就是说到了期末 有150件 这150件就是下个月 11月的期出啊 在先进先出法下呢 10月末产成品存货当中 固定制造费用是180 那带入相关数据 带入我们之前总结的这个公式啊 好 那现在呢 用P1-P2 就是用期末库存数量 它是期末固定制造费用吗 期末固定制造费用 是用期末存活的数量 乘以期末单位产品的固定制造费用 这才得到期末的固定制造费用啊 减7出 存活的数量乘以一个7出 存活当中单位固定制造费用 好 现在期末是150 然后这是数量啊 那这150的单位固定制造费用是什么呀 是多少呢 这就是当期生产留下来了150件 那当期单位固定制造费用180 乘以一个180 这是期末 7出的话是50件 这50件 它告诉你呢 单位的固定制造费用是210 好 后边两一成呢 这是7出 这样呢 我用期末固定的制造费用减7出 从我当中固定制造费用 算出来呢 就是16500 这样就体现出来啊 完全成本法 它的当期利润啊 比变动成本法当期利润 这个利润值 吸水钱利润啊 多了16500 原因是因为 期末它存货 吸收的固定制造费用 比7出释放出来的固定制造费用多 反正当期就这3600嘛 因为你7出数量少 你7出等于是 我占用了一部分 我吸收了一部分 或者说我承担了一部分的固定制造费用 你7出承担一部分 你7末你也得承担一部分 但是呢 你7末这一部分多呀 你7末这一部分是不是放到了下期啊 所以啊 这就导致呢 完全成本法 它利润就会多一些 好 接着看11月啊 11月也是同样的道理 11月呢 单位产品的固定制造费用 11月你生产了 是1800件 但是每个月固定制造费用都是36万 36万除1800 这是200 11月末产生品数量 这150是10月末拿过来的 当期生产了1800件 减1860件 单元卖出1860件 得到呢是90件 好 那我们代入具体数据啊 7末存货数量 90 然后乘以一个200 这是7末固定制造费用 7出呢是150 10月份那个加上100 乘以一个啊 这都是10月啊 这是10月末 这是10月单位产品的固定的制造费用 然后算出来呢是负了9000 然后12月也是同样的道理 这道题呢我们就给大家分析这么多啊 这是今年新增的啊 真要考也就是考这公式 我们从最基本的原理啊 从编冻成本法 编冻成本法包含这几项 然后呢 为什么会出现结果不同 算出来EBIT不同 你总之就包含这六项嘛 关键是你对于固定制造费用处理不一样 你对于固定制造费用处理不一样 你单位产品成本不一样 你单位产品成本不一样 你月初 你这个月月末 下个月月初产品成本不一样 你算出来的当期的EBIT 它肯定不一样吧 好 那针对于啊 变动成本法这道例题 我们就给大家分析完了 我们来看变动成本法 它有什么优点啊 第一个优点 你现在作为生产经理 你不能通过调节库存 调节利润了 你不能通过我多生产 来摊薄单位产品成本 它能够正确的揭示利润和业务量之间的 这种正常关系 为管理者呢 提供更有用的信息 同时也可以简化成本计算 因为我不涉及啊 这个固定成本现在如何分配啊 固定制造费用这一块如何分配 但是呢 它不利于财务报告 它不符合准则的要求 好 这样呢 我们就解决了成本性贷分解和变动成本法 我们这一节先讲到这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